话说这老王的老婆呀 是个有名的促谈的 经常怀疑这王老板跟他的女秘书啊 有那么一层关系 实际上没有 哎 那天呢 公司呢 举行一个社交晚宴 王老板的女秘书喝多了 可恰巧啊 这时候司机呢 都送其他客户回酒店 没办法呀 王老板只能开着自己的车 送女秘书回家 送完女秘书 王老板可没敢把这事 告诉他自己老婆 他不敢告诉他 他那老婆吃醋啊 第二天早晨 老王啊 开车陪着老婆呢 去商场买东西 他一低头啊 就发现他老婆那脚边啊 有一只女人的凉鞋 他当时一紧张 坏了 这会不会是昨天晚上 送女秘书的时候 女秘书的凉鞋 掉到我车上了 哎呦 这要让我老婆看就怎么办呢 我老婆肯定又得吃醋 哎 他就趁着他老婆呀 往车窗外边看风景的 这时候 捡起那只凉鞋 就给扔到车窗外边去了 唉 这回就没事 话说呀 这车呢 就到了商场门口 他老婆低头一看 哎 老公 我的鞋怎么就少了一只啊 那只鞋呢 我老婆一听 啊 那只鞋是你的呀 我给扔到车外边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